台委市长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可能出征2020总统大选 现在传出了郭台铭阵营评估 郭柯佩才可能让柯粉的选票有转移效果 而郭柯和恐怕是吸引力有限 但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时在爆料 谭言小弟拜托郭台铭选 除当初两个人密会时 郭台铭承诺让他做副首建行政院长 甚至只做一届 但是这些都被柯文哲通通拒绝了 柯皮受访时亲上伙线表态 不想要分赃政治 郭台铭愿意出来说太好了 小弟拜托你好了 你一选我就可以不用选了 压低姿态拜托郭台铭 柯文哲上节目再爆两人见面密新 我是说我觉得你可以选 我要带你副首自己出来选就好了 他还想说那是不是 要没有什么副总统兼刑院长 我说不用不用 我只要做一任就要有 我说不用不用 政治最理想还是理念的结合 或者说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不喜欢说政治变成分赃政治 一句分赃政治 捅了盟友小小一刀 传出郭振英解读 郭柯和稀票有限 立拱柯批当副首 但落跑市长骂名 柯文哲始终不愿往身上背 其实我现阶段还是把台北市做好比较重要 我从目前的数据看起来 沙咖度就说大概三分天下 还没有说哪一边是绝对的赢 选总统本来又是一个市教主 叫不得已的选项 当选一个月就在选总统 然后全国民众也举之若狂 神经病 暗酸韩国瑜更讲出自己心声 但郭台铭选不选 攸关科匹是否披挂上阵选总统 支持他选 他不选我就要回家就真的要参考了 我想人家也不会那么恶劣 选不选就会跟你讲 他不选我就觉得 你头痛你还是要聊下去 要披挂上阵就好累 清明党说你要组党都没有跟他们讲 这是什么组党 以后真的要写一本创党乌龙记 我们要组党 也不要去跟其他的政党报备 这个也没有道理 昔日好友 清明党也传九月 推总统候选人来搅局 2020大选局势越来越乱 柯文哲依旧没法下定决心 介绍武祥 萧宇志 台湾报道